无常和因果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呢 如果说有因必有果的话 那哪来的无常呢 无常和因果没有矛盾呢 不单是没有矛盾 而且就是正因为它是无常 所以它可以产生这样子的果 如果不是无常的话 那就永恒了 永恒的话呢 永恒的东西呢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因 你永远都是因 果它永远都是果 所以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装环 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就是这个因果跟这个无常是不矛盾的 就是因为是因 因为是无常 所以就可以有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生活当中 所产生的一些错误和问题 是因为这一世还是由上一世导致的呢 这个应该都有的 就是比如说苏明轮跟佛教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苏明轮呢 那他就觉得因为这一世当中的你所有的你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你包括你人的命运 全部都是已经注定了 那么注定了以后呢 人就是在这个这个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已经确定了 你现在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 那这个就是苏明轮啊 那佛教呢 他没有觉得这个 对你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已经注定了 他就觉得不是这样子 你人生当中的有一部分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有可能是跟上一世的这个某一件事情啊 好的或者不好的就决定了啊 那么今天就是你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了 但是你是不是比如说就今天去跟某一个人去吃饭啊 或者是今天我不想去吃饭 我待在家里边等等的 是不是这也是英国决定了 而佛教就觉得不是这些不是啊 这些就跟有可能跟之前的英国是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跟当下有关系啊 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即便是跟这个英国有关系啊 那你也可以改变 都是由过去和现在混合而成 对对